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羅斯32架戰機攔截烏克蘭艦艦失敗 北韓罕批中共 26國撐台灣入世為 聲援國家歷史之綴 歐盟推辭徵稅決定 加拿大已對中國電動車爭稅 派直升機送敲傳揚 紅十字會回應被質疑 上海車展特斯拉車頂維權 女車主被罰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芬妮 首先感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31日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厭倦了 充斥著暴力和不良耐用的電影和電視劇 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 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 乾淨世界影視平台 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 回歸傳統 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 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 傳遞傳統價值觀 令你從拾經典之美 沒有不良耐用 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 現在註冊 使用《希望之聲》的專屬優惠碼 Sound 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新聞內容 5月30日 兩艘烏克蘭海軍順風艇 在克里米亞擊中兩艘俄羅斯巡邏艇 北京可能面臨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的進一步制裁 眾朝分析罕見公開化 平壤譴責中日韓宣告虛核化是政治挑釁 烏克蘭獨立報報導稱 為阻止這次襲擊 俄羅斯緊急升空角式飛機 32架次戰機持續對烏克蘭窒洗的神風艇開火 各種小型武器 30毫米機炮落在神風艇旁 但都沒有直接命中 烏克蘭對克里米亞及周邊地區的俄羅斯目標 進行了多次成功的襲擊 嚴重削弱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實力 據天空新聞消息 當日俄軍的兩艘運輸船嚴重受損 烏軍用來擊毀一艘俄羅斯巡邏艇的制度導彈 是由北約提供的 自至目前 烏克蘭已獲得包括法國、英國、加拿大等14個國家的同意 不限制烏克蘭使用援助的武器打擊俄羅斯目標 其中由英國提供的風暴陰影導彈 目前是烏克蘭空軍射程最遠的導彈 可達250公里外目標 據悉烏克蘭將接收約95架F-16戰鬥機 據Politico報導 30日拜登正正允許烏克蘭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 在俄羅斯境內進行襲擊 僅限於哈爾科夫地區附近 這重大逆轉將有助於烏克蘭更好保護其第二大城市 30日北約外交部長在布拉格舉行為期兩天的非正式峰會 討論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的途徑 據X帳號Alex陳的消息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 施爾斯基總司令聲稱 烏克蘭和西方陣營已突破俄羅斯劃下的第三條紅線 不僅首批法國軍事教官已抵達烏克蘭 北約以會將推動取消援助武器的使用限制 並確定北約將迅速 而且無限制地 運送防空系統和重要武器裝備給烏克蘭 這個星期一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就明確表示 中共的支持正是幫助莫斯科重建它的軍事力量 歐洲和北約國家迫切需要向中共發出集體關切的信息 中共的行動破壞了歐洲中心地帶的穩定 預計美國和北約成員國將採取後續措施 29日美國財政副部長亞德·耶莫表示 我們需要在制裁方面採取更多行動 以阻止俄羅斯獲得關鍵零部件 尤其是從中國 31日他將在柏林呼籲採取進一步行動 阻止俄羅斯逃避制裁 並就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發出警告 同日中國設備巨頭塔普集團 給俄羅斯斯坪特萨集團的子公司供貨 並安裝設備 沒想到對方竟然賴賬不給錢 高達43億5千勞部 理由是設備有瑕疵和公其言語 目前塔普集團已正式向俄羅斯法院提出訴訟 近日中國生產視頻監控移的海康威士公司 突然撤離俄羅斯 事先沒有任何預警和通報 一夜之間網站自媒體上不了 電話也沒有人接 海康威士在俄羅斯市場佔有率達50% 有海外媒體猜測 海康威士擔心將被制裁 就快點離開 港媒另一報導 近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遇請中共安排俄烏和平會談 對此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蒙寧沒有直接答覆 只是稱中方支持適時召開俄烏雙方認可 各方平等參與的國際和會 本台粵語主持人資深記者石頭認為 到目前為止 中俄的貿易已超過之前的一倍多 而且中共還可以購買到更便宜的俄羅斯能源 糧食、化肥 而在出口方面 也令俄羅斯更依賴中共的日用品 半導體等軍民兩用的產品 中共亦由小弟變成現在的大佬 如果這場戰爭再拖下去 俄羅斯更加依賴中共 最不想結束俄烏戰的是中共 一旦戰爭結束 歐美就會更加聚焦在台海、印太一邊 對中共一點好處都沒有 中共絕對不會大力推動俄烏和談 它只是將和談掛在嘴邊 普京日前收到北韓的訪問邀請後 30日俄國官員表示 普京亦有計劃訪問越南 在俄羅斯和北韓關係不斷升溫之際 北韓27日刊見譴責中日韓討論 朝鮮半島非核化 稱它們侵犯北韓主權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金沛雅指出 北京主張提及朝鮮半島而不是點名北韓 以助緩和聲明語氣 但北韓仍批評中國簽署的聯合宣言 北韓的行為顯示 北韓與中國的關係 並不像外界看上去那麼熱落 雙方長期的相互差異和輕視 限制了他們結盟的深度 如今北韓加強了與俄羅斯的關係 大概以為在與中共的關係中 握有更大的籌碼 可以不用再對中國那麼不恭不敬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核子專家趙通表示 中共對北韓深化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有些保留 超額合作可能會影響北京對平壤近乎壟斷的影響力 第七十七屆世界衛生大會 5月27日至6月1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 而台灣已經連續當年被排除在外 不過在這屆大會上 為台灣發聲的國家比去年增加了很多 今年共有26個會員國及觀察員身份的 歐盟代表公開發言支持台灣 而在台灣的邦交國中 除了梵蒂岡之外 全部持續力撐台灣 中央社29日報導 與去年相比 今年發言撐台的非邦交國新增的有 荷蘭、新西蘭、拉脫維亞、以色列和歐盟 共15個國家和歐盟 利用27日、28日全會總討論的各國發言時段 為台灣發聲 比去年的十一國大幅增加 其中美國、盧森寶和日本的衛生部長余代表 都呼籲將台灣納入世界衛生組織 更強調應該借減台灣公共衛生的成功經驗 歐盟由比利時上任代表、布茨維夫代表發言 他表示 世衛必須促進國際參與者間的協調及包容性合作 不圍漏世界任何人和任何區域 德國聯邦健康部長盧德巴克 更敦促世界衛生組織 減少官僚主義 應該好好利用台灣專業知識 立陶宛、愛山尼亞持續為台灣堅定發聲 拉脫維亞今年也發言表示 世界衛生組織不應該圍漏任何人 波羅的海三國都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而紐西蘭及以色列今年加入為台帳而執言的隊伍 強調世衛應該加強包容性、納入台灣經驗與專業 台灣邦交國除了梵蒂岡外 11個代表都上台呼籲支持台灣參與 梵蒂岡教廷在世衛的身份為觀察員 多年來一直保持不足及個別國家議題的發言原則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在28日的新聞檢部會上說 我們一再明確表示 我們認為台灣應該能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 當他們參加會議時 他們帶來了有意義的專業知識 豐富了討論和辯論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被允許參加今後的會議 美國官員還說 1971年通過的聯合國第2758日決議 並不妨礙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系統和其他多邊論壇 路透社29日報導 歐盟委員會將是否向中國電動車徵收關稅的決定進行推遲 將於6月9日歐洲議會選舉後作出 德國明鏡周刊表示 推遲決定是避免這個問題成為選舉的議題之人 另外加拿大政府正在考慮考訪美國 對中國產電動車加徵關稅 歐盟原計劃在6月5日公布對中國電動車加徵臨時關稅 與原有的關稅率相比 提升的幅度令人震驚 這意味著中國電動汽車燒和歐洲的成本將大幅增加 中共方面已經表示反對 歐盟委員會在去年10月4日對中國電動車展開調查 委員會可以在調查開始9月後實施臨時反壟斷關稅 而有關措施原本定在6月5日或之前公布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新加徵的臨時關稅日期改讀6月10日發布 而推遲原因是在最後時刻出現文件方面的技術問題 另外加拿大政府正在考慮對中國產電動車加徵關稅 聯邦財長方惠蘭28日表示 需要保護加拿大工業免受中國供應過正的影響 在美國宣布對中國產電動車加徵關稅後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已暗示 加拿大亦可能會採取類似行動 5月21日 杜魯多在費城參加一個活動期間表示 我們將密切關注美國的做法 並決定如何保護加拿大汽車行業的製造商 工人和加拿大經濟 方惠蘭還表示 中共主導的經濟政策已導致鋼鐵、鋁關鍵擴產和製造等行業的產能過正及供應過正 這是不按規則行事的表現 在加拿大 最近由中國入口的電動車數量亦有明顯增加 這與特斯拉將它在上海製造的電動車消亡加拿大有關 2022年加拿大入口的中國產電動車價值8400萬元 2023年約升至22億元 僅持於由美國入口的28億元 近日一段印有紅十字會標誌的直升機 為客人送敲傳揚的影片熱傳 對此中國紅十字會回應稱 這是私人直升機 不是該機構的飛機 網民回應說 無論是真是假 一分都不會再捐 一段影片顯示 若干人在戶外用餐之際 有人用手指向一架即將降落的直升機 令一人迅速起來 奔向直升機 並由上面端回一大盆烤揚 5月30日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官方帳號發回覆稱 據眾多網民提供的線索 已確認影片中的直升機是私人飛機 送敲傳揚用的是自己購買的油 該直升機參與紅十字救援演練 所以已經身上貼了紅十字標誌 但執行非紅十字任務時 不應該繼續貼這個標誌 已經向他普及了有關知識 紅十字會的解釋並沒有消除網民質疑 標籤為紅十字會回應值升機送敲傳揚影片 紅十字會闢謠送敲揚事件 是臨時供所謂的話題再引網絡熱議 互聯網科技博主 微博大V 蕭瑤劉傑說 什麼都要出來解釋 出來闢謠 應該反思什麼原因引起的 北京也迪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 振華講法跟鐵說 是這個道理 說幾句真話不行嗎 如果沒有勇氣又何必得斥發影片呢 這個紅十字會恐怕要查一查 秋澤同學說 其實是大家對政府職能部門的不信任 尤其是對紅十字會幾年前的國美美事件 徹底打破了大家對這個組織的信任 5月30日下午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與張女士名譽權糾纏案一審宣判 張女士被判公開置協 並賠償特斯拉17萬多 彭博新聞由特斯拉方面獲釋 判決書顯示 張女士未提供任何證據 證明案件涉及車輛確實存在殺車失靈 在庭審中 張女士明確承認 實施涉案行為時主張的殺車失靈 是她主觀判斷 特斯拉一方從未承認該事實 張女士沒有申請 對涉案車輛是否存在殺車失靈進行司法鑑定 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 張女士應該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 此外 該公安機關的設定 張女士駕駛車輛時 未與前車保持足以採取緊急制動措施的安全距離 因此負事故存責 法院認為張女士在 沒有任何客觀根據證明 涉案車輛存在殺車失靈的情況下 貿然實施涉案行為構成誹謗 張女士在明知沒有確鑿根據的情況下 刻意選擇上海車展媒體人 到特斯拉展台區域 事先製作並身穿印有 殺車失靈字樣的T恤 大喊特斯拉殺車失靈 刻意借助現場媒體迅速廣泛傳播該未經求實的訊息 她的言行明顯具有損毀特斯拉名譽的主觀故意同過錯 2021年4月19日 上海車展上 張女士身穿印有殺車失靈的T恤 站在特斯拉車頂維權 第二天早上 上海市公安局清澎分局官方微博通報 特斯拉車展遭遇車主維權事件 涉事女子張某欣擾亂公共秩序 被判以行政拘留5天 李某因為擾亂公共秩序 被處以行政警告 2023年5月26日 在張女士起訴特斯拉侵犯她的名譽權案 特斯拉侵犯她的個人私隱案中 一審法院駁回了張女士的訴訟請求 好了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請請問 請請請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